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秘密的摩托 音乐 各位好 用这个拇指画面 我们来讨论一下怎么样宣景 我相信很多人在开始画画的时候 最常碰到的就是不知道要画哪一张照片 不知道画到哪一张照片或挑哪一张照片的时候 通常就是有一些基础的东西我们要先想好 第一个当然有空间 如果没有空间你就很可能失去平衡感 你就好像画了一个抽象画 所以有空间它就会产生了影子 上下的感觉 就是对人类的基本的看法 这个画画起来它就有个很高的辨识度 没有辨识度的东西通常它就会失去平衡 那如果都挑完了以后 不管任何景 我们都可以想办法去取舍我们所需要的一个大小 我现在拿这张照片 这个例子是一个薛景 我们即便选好了有空间有这些东西 但是呢有时候你会看好像太暗了 有时候对比太高了色彩太少了或者是等等等 有很多这个在写声也会碰到的这种因素 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不写声了吗 我们还是写声 那所以我们要练习一些怎么样去让我们在实际上风景上碰到的问题呢 我们把它找出来然后找出解决的方案 各位可以看背后的这些作品 这其实都是不同的照片 跟照片有一些些的差异 因为我们刻意的去改变 包括模特尔 包括舞者 包括这种雪地 大部分都是这样 那我们回过来我们的主题 当我们要把这个雪景放大以后 我们来看看有些什么问题 这个雪景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它的明度对比过高 看如果画不好的话 就像一个我们所谓的太极图黑跟白而已 第二个呢它的色彩非常低 所以我们知道明度跟色彩都是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edge过强跟色彩过少 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我们如何用什么样的原理来解决它 那edge过强是比较明显的 你会看到它非常多的锐利的色块在这里 所以用色彩跟明度这两个方法都可以的时候 我们就先来想我们需要用什么方式 有可能用什么方式 第一个我们先想色彩的工具会比明度多很多 就像你用碳比它只有一个黑白 但是你用油化颜料是几万种的颜色 所以色彩它应该优先于用明度的方式 既然是色彩的话我们就想色彩大概分什么 我们背后这个叫色轮 你会看到圆圆的这个 绕一圈是十二个颜色 这十二个颜色的任意组合有非常非常多 但是它因为这几百年来大家研究的结果 发觉色彩可以创造一些空间的错觉 也可以创造一些边缘线的交界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可以把它解决掉 所以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解决我们 说H太强了 我可以让边缘线有些时候强有些时候弱 那色彩不够呢 我们用色温的方式可以让它前进和后退 所以基本上色彩的色温 就是一个解决一个画面上过于单调 或者过于突兀的这种情况 它是一个解决的方案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如果第一眼看到这照片 这一片亮 那我们需要创造一些色彩的不同 那会有哪里呢 既然都没有色彩那怎么去创造 好 我们第一个感觉到 如果亮的话 那就是一个冷色的色温 它凸起的情况 那么这一条线呢 就刚好 这个喇叭形的这个形状呢 它就是一个光线进来的一个角度 所以这个冷色呢 它就应该布局在这里 它暖色呢 它布局在这里跟这里 好了 那这样就形成冷暖的一个大交界 然后赤交界呢 就是有一些会进去 有一些冰 或者是冰雪 它就会融入到这个树林的一边 像这样的这一块 所以赤交界就是从这里 把冷色带过去 然后呢 暖色呢 局部的带过来 局部的带过来 所以它形成了交界跟赤交界的交错 那么就不会那么僵硬 我们刚才不是讲吗 我们就是要解决H过于僵硬的问题吗 所以呢 我们用了色温的交界 这两个重叠的观念 你知道我们有六个观念 一个色彩 其中有个叫色彩 一个叫交界 当这两个观念 你把它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好一个一个来 当我们解决这问题的时候 我们这是主轴 既然我们把交界的力量放进去 我们把色彩的这种交界 次交界都解决了 我们再来去想 我们要什么色彩 什么色彩是合理的 才能形成暖跟冷 暖 在这个地方 越来越远的地方 我们叫做变灰色 这个灰色是什么 你看东西越来越远 它当然越灰 灰是怎么来的 灰不是黑色 灰是红 蓝 黄 三色 你等比例去调出来的就很灰 什么色都没有 可是呢 红 黄 蓝 任何一个比例 稍微偏高一点 它就可能是蓝偏灰 红偏灰 黄偏灰 甚至你可以刺激的灰 OK 就绿偏灰 橘偏灰 紫偏灰 所以光这个灰色有多少变化 有非常非常多 好那这里是不是就 绿偏灰的这种现象 我们慢慢慢慢往前移 然后呢 饱和度越来越高 所以呢 就产生了这个树林 在这一块的空间的现象 既然我们用的是绿 那么我们知道 在最 你可以眯起眼前 最暗的交界在这里 这里很可能 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 到最后糊在一起 这就不是我们所要 因为我们就不知道 空间到最后 延伸到这里 它有没有一条交界 那这个交界怎么办 我们把它放大来看 很显然这里是绿 我们这边就要偏红 意思就是说 它应该是一个暖色的红 因为它是凹陷 你看到一个物件 是这样子的凹陷 你要知道它变很远 当然我们知道变远要变嫩 可是有一个情形不一样 当周围都已经一样冷的时候 周围的色温都一样的时候 你一个稍微暖一点的时候 它就在远的地方凹陷进去 OK 所以我们就了解了两个观念 一个是灰 一个是冷暖 所以这样的色彩的观念呢 就会让你画一幅很棒的画 你看我们即便这样的取景 它的张力都非常大 因为我们了解到 我们什么取景 它能够创造不同的力量 所以当我们一幅 一个张照片 我怎么去取舍的时候 你不妨用你的指头去分开看看 然后你去想想看 你有什么解决方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会跟别人与众不同 让你的作品画出来以后 让别人很惊艳 就说哇 原来这样的一个简单 或者这么单调的一个照片 你可以创造出这么多元的对话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希望各位在选照片的时候 能对你们有所帮助 下次再见